旅遊業界消息說,正是與政府談緊細節,安排沒有公開的旅遊業從業員,在社區接種中心做文書工作,兼職時薪有100元。 探曉彤報道。 抗疫14個月,出境遊停擺,本地遊仍然未開放。 消息說,旅遊業界代表星期四曾經同統籌疫苗接種計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會面, 上途將疫苗接種中心部份文書工作,加備放無薪假、失業的導遊、領隊、司機等旅遊從業員。 每個中心有至少三個全職職位,有文書主任及副主任,其餘兼職工作,主要做登記、招待來打針的人,時薪100元。 預計合約為期五個月,由1000至2000個職位空缺,由超過一年沒有公開的導遊表示歡迎。 旅遊業消息說,城市機會極高,政府和業界正在雙套執行的細節。 由先烈士記者,譚騁同步到。